由宋山区公所及台北府城隍庙共同举办的成年礼活动 在宋山区持有区民活动中心举行 一群古礼精神为礼生披戴黄色礼金 戴上DIY礼生帽进行使家礼与在家礼 象征碎变成年飞黄腾达 而三家礼则是授予成年礼证书 并送上台北府城隍庙自证的精美纪念礼品 同时让学子体验尖扁担等传统仪式 祝福受理者正式迈入成年 我要跟今天来参加成年礼的同学 我有两句话跟大家来共勉 就是说你们从今天以后应该就是 有一个成年礼的仪式 也代表说你来一个人大人 所有一些都要自主 但是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老老的记住 第一个就是感恩 要感恩我们的父母 感恩我们的师长 感恩我们的朋友 在我们这些当中所做的一切 那第二个呢是要诚信 因为如果你没有诚信的话 你在社会上可能很难立足 所以说只有感恩跟诚信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老老的记住 以上要让援助各位同学的前程式井 谢谢各位 我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福城华 其实不只区公所的活动 社道的活动 社区的活动 我们台北福城华真的都支援非常多 我们再一次掌声的 谢谢我们福城华 谢谢 那今天的活动呢 我相信所有的女生 还有所有的家长呢 在这个我们松山区的 这个过程当中 也希望像刚刚主委讲的 之后呢 成年之后自己有能力 也可以持续的来回馈社会 活动中还规划干燥花束手作DIY 将满满的爱献给挚爱的父母 并一同书写时空胶囊 留下满满的感动与祝福 希望他妈妈成长成自己 他想的一样 然后呢 我也希望说他生意 永远的保持乐观 永远的保持善良 然后乐于助人 然后积极乐观 就小小的积极 我希望他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生家了就像他自己了 所有的困难 他自己要清理 我只能在后面沫沫的 帮他翻开手而已 我的亲爱 幻虚伯虚 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要开心生活 谢谢你们当我的儿子 妈妈爱你 崇山区公所借由成年礼活动 期许青年学子 展现青春向上的精神 并怀着感恩之心 孝敬父母 回馈社会 记者领期会 台北报道 晚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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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